我们的生命到底从生命科学的角度 是怎么去看这个生命的本源 找到这个生命的真相 先来看看大家对这个有没有印象 好像很熟悉 尤其是这一段疫情以来 是不是知道它是什么 没错 新冠病毒 这个生命科学是对它研究有一定的了解 它的大小是100nm 这大概多大呢 各位可以想象说这整个把它放大500倍 之后这么大 等于什么呢 一根头发的粗细 所以它很小 这么小 但是它上面的蛋白质更小 它的上面 外面就有所谓的极涂蛋白 Spike protein 各位看到了红色的都是 这个极涂蛋白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它会致病 造成人的疾病 其实跟这个蛋白有很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因此疫苗 疫苗也是根据这一个蛋白来设计的 所以跟各位讲的是说 我们所生命科学中所探讨的蛋白质 不是大家一般所看到的 鸡蛋的蛋白 不是以食物营养摄取很多很多的蛋白 不只是这样 这个蛋白质跟我们生命很有关系 这个蛋白质 各位想象中 我们是人嘛 身上是不是有很多的细胞 每一个小的细胞里面 就像是一个工厂一样 很忙碌地在运作着 那么这个就是 模拟在细胞中的一个小的画面 当然是有根据的 那么各位所看到的这一条 就是在细胞里面的道路 交通繁忙 那上面所看到的 就是在运送着细胞里面的一些不同的物质 这包包小包 就是它在细胞里面 细胞工厂里面在运作的物质 各位知道吗 这一条道路就是蛋白质所构成的 各位知道吗 在上面跑的 长得像一个人有两只脚的 也是蛋白质 而且这个蛋白质 它真的就像它的两只脚 真的会在这个道路上面 走动 生命科学可以发现到 这么有趣的一个现象 所以要跟各位讲的意思就是说 蛋白质的功能好像非常的 很厉害很多元 跟我们生命的很多现象都有关系 乃至于 各位看到了 看到这样子 一闪的光亮 那么你怎么会看到 这个有光亮这件事情呢 也跟蛋白质脱离不了干系哦 像这样的生命科学的理解 其实在现在的YouTube的教学影片 都可以有介绍 譬如说这一个 就是在Animatic Biology的这一个YouTube的频道里面 我们加以引用来加以说明 我们就简单来看一看 到底眼睛看到东西是跟哪些蛋白有关系 好 光进到我们的眼睛 然后呢 怎么样传递到脑后部 关于视觉辨识的这个区域呢 这一段路是怎么走的呢 为了理解 就把眼睛再放大来看 好 这就是我们的眼 这就是我们的眼球 然后把这一个区域放大来看 好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原来视网膜它有很多的不同不同的层 每一层都有它的细胞 神经哦 那最外层的这一层呢 就是感光的细胞 它可以感觉到光的细胞 好 其中有一群叫做感细胞 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细胞 长得像杆子一样 有没有像 有点像天线 那这个感细胞呢 上面有很多一层一层的结构 来收集这个光哦 好 如果把这个感细胞再放大 就会发现 里面有所谓的柿子质蛋白 蛋白质跑出来了 它叫柿子质蛋白 这个蛋白啊 长得就像这样 现在的生命科学 用科学的角度来看 它可以连一个蛋白 很小很小的蛋白 它的3D立体的结构 都可以掌握 都可以分析得出来 好 那么这个蛋白啊 它会作用还跟维生素A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蛋白会结合 维生素A在这个里面 那维生素A呢 就长得像这样 各位说 这个好像化学 我不太熟耶 没有关系 各位先想象一下 火柴棒把它堆积出来的 一个结构 可以哦 只是它很小很小 小到你现在看不到的情况 那这个维生素A呢 它的这个长这个样子 一旦照光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好像脚踢起来一样 好 也就是说呢 就像是杆杆作用一样 这一个维生素A 在刚刚那个蛋白质里面 好 我们来看 这个维生素A这一类的呢 放在这里面 一旦踢了一脚之后 好像杆杆作用 开了一个开关一样 会造成的连锁其他的反应 好 于是就很多的反应 简单来说 就是当光进来的时候 好 这边的反应一脚之后 杆杆作用 类似杆杆作用 结果呢 讯号持续地放大 一个分子过程当中 其实有上百成千个其他的分子 参与这个作用 然后呢 才会渐渐导致了电讯号的变化 好 也就是说 原本这个细胞啊 有一个离子的通道 这跟电有关 好 就关起来了 好 就是因为它整个关起来了 所以当照光的时候 这个感细胞 好 里面发生了 刚刚讲的好复杂的 这个一堆的作用 开开关关 然后呢 就会释放出一些物质 神经传导物质 到它底下的细胞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说 整个视网膜 是一层一层的 好 那这一层的感光细胞 就借由这样的原理 剑刺地 把这个讯号传递下来了 原来蛋白质在里面 作用得非常的厉害 因此 各位刚刚你看到了 这一个画面的时候 它其实有很多的作用 在佛法里面 其实早就透露出了 这样的一个讯息 怎么说 好 佛法里面说 你现在 譬如说刚刚各位看到 一闪的这样一个 了解的这样一面 有90个刹那 有多少呢 八万一千个生面 真的是这样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一个一闪的过程当中 你看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多少的开开关关 很多 所以佛法的这个观察 其实是很真实很细腻 只是需不需要 我们现在去了解罢了 那么在生面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来探讨 生面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个不变的生命的实相 是什么 像这个蛋白质这么的厉害 它有没有它的根本 所移植的根本 好 那就要从蛋白质说起 我们就要回到刚刚讲的极图蛋白 那这一个蛋白呢 各位看到除了它本身自己的功能之外 为什么新冠病毒叫冠状病毒 是不是借由这个蛋白 在它的这个病毒的表面 看起来就像是王冠的图刺一样 王冠是不是尖尖的 好 也就是说 蛋白啊 它不仅有它的功能 它也影响了一个生物 生命体的长相 譬如说 有人的头发是卷的 有的人的头发是直的 那他们的脚蛋白 是不一样的 蛋白有影响 可是蛋白到底它的根源是什么呢 生命科学就在讲 有一个叫做中心法则 Central Dogma 在生命科学里面 这个中心法则是上说的 蛋白质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地方 那么蛋白质它会让我们的生命 有各式各样的样貌出来 有性状 科学术语叫性状 好 那它的上游是什么呢 原来RNA 它从RNA来的 这边简单说是这样 然后RNA怎么来的呢 从DNA来的 好 DNA是什么呢 DNA跟RNA 就是我们听到的核酸检测 有没有 是什么叫核酸 这个核酸上面 就是我们说的基因 基因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其实生命科学的中心法则在说 你蛋白质会有这么多的功能性状 那源头是从所谓的基因来的 基因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追寻的根本呢 好 我们来看 基因 中文叫基因 它是听起来好像是基础的音 对不对 但其实它是英文 Gene翻译过来的 英文的Gene这个字呢 其实就有Generate 生产 生产的意味 也就是因为有生产的意味 研究这个基因 一代一代相传的 就叫做遗传学 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龙生龙 鳳生鳳 老鼠生的儿子会怎么样 打动 对 就是在讲这个遗传 基因 原来基因在那边跟着下来 好咯 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问题 基因到底是不是生命的根本因 当然不是 好 这个不是呢 因为生命科学本身 也就可以来回答 不是 好 如同各位所看到的 这是 像是一朝风 对不对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中间这一只长得不太一样 好 是不是隔壁某一朝大的风 跑来这里混 好 不是 他是这一朝风呢 他是在这里 这一只就是他们的 女王风 这女王风啊 体型是不是比他们都大 对喔 然后他的寿命啊 跟他们比起来 他是 这些其他公风的寿命 好几倍啊 好喔 各位知道一个事实吗 竟然 这些风 都是同一个基因 好 根据刚刚看的理论喔 你同样的基因 然后就理论上 应该要有同样的表现 蛋白的表现等等嘛 对不对 所以长得要很像啊 寿命也要差不多啊 结果怎么会差这么多 好 生命科学 稍微解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在 科学自然期刊里面呢 就有提到 怎么样 会造就了这一个女王风 是有一个叫 epigenics 表遗传学的 也就是这个表啊 就是在遗传学之上的 甚至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超越现有的遗传学的 好 这一个学问 那它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呢 我们举个实例来说 这个女王风怎么产生的 这些风啊 都刚出生 小幼风 出生三天 接下来呢 只有其中一只 就这一只 好 假设就中间这一只好了 它被持续喂蜂王乳 其他的呢 就改喂蜂蜜啊 这个花粉等等 没想到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欸 这一只 跟他们之间 竟然有基因层次的改变 也就是说啊 这个蜂王乳 喂了这一只之后 不单单是 因为它特别营养 所以长得特别胖 特别大 不是这个道理 而是它从根本的基因 欸 就做了改变喔 就做了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再来重新看一下 刚刚所讲的中心法则 原来啊 外部的影响 譬如说吃的东西啊 会改变蛋白质的功能 蛋白质的功能又很厉害 刚刚已经举例了 几乎是无所不能 那只有蛋白质的部分 竟然可以改变核酸上面的组成 好 因为改变了组成 所以让整个基因的功能都改变了 然后接下来才改变了整个 这个表现出来的性状 好 乃至于啊 这样的对基因的改变 还可以遗传到下一代 那么请问这个基因 它是不是也要医于蛋白质 医于外部而产生变化 是 所以它是不是根本因 不是 没错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生命科学所提到的基因 并不是生命所谈的基因 那生命的基因到底是什么呢 好 生命的根本因就是 第一能辨识或叫做第八识 好 一樣哦 都是在心上面左手 那为什么叫第一能辨识呢 就是说它是万法的根源 所以它在这个层次上 是摆在第一的根本 所以叫第一 但是它能辨哦 能够变化直接间接斩转 变化出我们生命的各种现象 所以叫第一能辨识 那人一共有八个识 所以又把它叫做第八识 为什么又排在最后 因为它其实隐藏的最好 藏的最深 不容易去察觉去了解它 本记很难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第八 所以才叫做第八识 但总归来讲 我们的生命三界万法 都是唯心或唯识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玄奘大师 他才会建立了真唯识量 也会造出了成唯识论 这么知道心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生命的中心法则 它在这个中心的位点 就是因为它很 我们讲法住法位 这个心识 这个第八识 它有法的根本安住在那里 而且它可以生出很多不同的 其他的法 不同的法 也都个别有它相对的位置 所以我们讲法住法位 而且这个法 因为它实在是太根本了 所以我们说它法而如是 就有这个根本在那里 也因此它很根本的在 那么我们就会说 它是真实 真的 而且不动的 如如的在那边 叫真如 它有很多 很多法的特性 展现出来不同法 也不同的特性 所以我们讲 真如法性 livre 文字幕志愿者 继续 文字幕志愿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杨栏 좋